到了70岁 人们仿佛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 一切都变得如此明朗 那些曾经让人辗转反侧 夜不能寐的痛苦与遗憾 随着时光的流逝 渐渐被岁月洗去棱角 被生活的沉淀所抚平 人生的长河 带走了不必要的烦恼与执念 留下的 是内心深处那一片平静的海洋 曾经的争夺 曾经的伤痛 在此刻 似乎都已失去了他原有的重量 他们不再为了爱而患得患失 因为他们明白 真正的爱从来不需要证明 爱自己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功课 年轻时 许多人把爱看作是一种战友 拼命地想要得到对方的回应和认可 可随着岁月的流逝 他们逐渐领悟到 爱是自由的 是一种心灵的契合 而不是通过外在表现来证明的东西 当爱变成了一种负担 焦虑和不安 那就已经偏离了爱的本质 到了这个年纪 他们终于懂得了 真正的爱不是彼此的束缚 而是给予对方空间和自由 爱自己是为了更好的爱别人 而学会爱别人 首先是要懂得如何珍惜自己 年轻时可能为了爱情不惜一切 甚至失去自我 抛弃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只为迎合对方的期待 但现在 他们明白 没有什么比保持自我 真是自己的内在价值更为重要 曾经的伤痛 如今成了他们人生中的一部分 一种宝贵的财富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或许在年轻时 让他们感到无力与绝望 但当他们回过头去看 这些痛苦 反而成了他们成长的见证 每一段经历 每一次心碎 都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睿智 痛苦教会了他们 如何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 也让他们看清了 爱与被爱的真正意义 他们知道 有些人注定只是过客 不能强求 人生如一场漫长的旅程 有些人在某个路口 与你并肩同行 而有些人 只是擦肩而过 这并不是谁对谁错 而是生命的自然规律 强求一段感情 只会让彼此都感到疲惫 不如让缘分顺其自然 那些曾经让他们 执迷不悟的感情 如今看来 也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 一段插曲 抢求的人 抢求的爱 终究是抓不住的 就像一句扎心的文案写道 曾经紧紧相拥的人 如今各自天涯 而回首时 那份曾经的牵绊 已被岁月抹去 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人 在经历过人生的波折之后的心境 曾经深爱的那个人 或许在某个瞬间成为了生活的全部 而如今却发现彼此早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这种分离并不一定意味着失败 而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回首往昔 那些曾经以为永恒的东西 终究被时光带走 留下的只有淡淡的记忆 他们不再执着于那些无法改变的过去 学会了接受分离 接受遗憾 他们明白 有些人只能陪伴你走一段路 然后就会离开 不管曾经有多亲密 时间都会让这份牵绊逐渐淡化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反而是一种解脱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抢求留住谁 终究只是徒劳 真正的成熟 是懂得如何在爱中放手 如何在分离中释怀 他们学会了 不再对过去念念不忘 也不再为未来的未知感到焦虑 爱自己 珍惜眼前的人和事 才是他们在漫长岁月中学到的最重要的课题 那些曾经的伤痛 那些未能如愿的感情 虽然在当时让人痛不欲生 但如今反而成为了他们智慧的源泉 因为他们知道 正是这些经历 才让他们更懂得如何去爱 也更懂得如何爱自己 如今的他们 不再对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也不再为那些逝去的感情感到遗憾 他们看得更加透彻 也更加释然 爱 从来都不需要证明 重要的是心中的那份真诚与坦然 到了这个年纪 他们的快乐来源 不再是外在的认可 而是内心的平和与简单的生活 曾几何时 他们也曾像所有年轻人一样 追逐着外界的掌声和认可 认为只有拥有财富 地位和权利 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感 但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 他们逐渐明白 这些外在的东西就像浸花水月 无法真正填补内心的空虚 反而越是追求 越容易迷失在名利的悬涡里 现在他们开始懂得 内心的平和和生活的简单 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 这种平和 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喧嚣与繁忙 而是来自于一种与自己和解的状态 他们不再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生活 也不再为了一些虚无缥缈的目标而拼命奔跑 相反 他们学会了放慢脚步 享受当下的每一刻 细细品味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 却弥足珍贵的瞬间 这些简单的快乐 远比曾经为名利奔波时所获得的成就感 更加持久 他们懂得 世界上没有什么非得要争取不可的 年轻时 可能曾为了一个职位 一段感情 甚至是一场胜利 绞尽脑汁 不顾一切 那时的他们或许认为 只有不断争取 不断攀登 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可到了这个年纪 他们终于明白 很多时候 选择放手 反而是一种更大的智慧 因为他们知道 有些东西 得知我性 失知我命 不必过分执着 这种放手 并不是逃避或放弃 而是一种看透人生起落后的从容与释然 他们不再觉得一定要赢 或者一定要得到什么 才能感到满足 相反 他们明白 很多时候 放下了 才能获得更大的自由与解脱 他们学会了顺其自然 不再与命运抗争 而是选择与生活和谐共处 他们知道 每个人的命运早已被时光悄悄安排好 抢救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痛苦与不安 他们不再执着于名利场的角逐 因为他们发现 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就是健康 家人和一颗安宁的心 在年轻时 名利可能曾是他们生活的重心 为了在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 他们或许曾废寝望时 日夜奔波 然而 随着岁月的流逝 他们逐渐认识到 名利不过是过眼云烟 再多的财富也买不来健康 再高的地位也无法挽回失去的亲情 到头来 真正能够给人带来持久幸福的 恰恰是那些看似简单 却不可或缺的东西 健康 成了他们如今最为真实的财富 他们懂得 没有了健康 再多的荣誉和财富也毫无意义 因此 他们学会了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 不再为了一时的名利 牺牲自己的健康 与其说 他们是在追求长寿 不如说他们是在追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一种能够让身心和谐 平衡的生活状态 健康不再只是身体的强壮 更是一种心灵的宁静与安定 家人 也成为了他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支柱 年轻时 也许他们忙于事业 常常忽略了与家人相处的时光 而现在他们更加明白 家人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依靠和陪伴 无论是父母 伴侣 还是子女 家人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最深的牵挂和最温暖的港湾 他们学会了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因为他们知道 人生短暂 唯有亲情是永恒的陪伴 最后 一颗安宁的心 成了他们生活的核心 这个年纪的他们 不再为世事的起伏所动摇 内心的平静 让他们能够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变迁 无论是德与诗 还是成语拜 他们都能够以一种从容的心态去接受 他们的心 像一网宁静的湖水 不再被外界的风浪所打扰 这种内心的安宁 正是他们多年生活经验的基点 是经过无数风雨后的智慧结晶 总之 到了这个阶段 他们的幸福 不再依赖外界的繁华与喧嚣 而是来自于一种深刻的内心满足感 他们明白 生活中的点滴 才是构成幸福的真正元素 而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 正是他们在人生的起伏中 最终找到的归宿 他们开始回归到最本质的生活 学会了享受每一个宁静的黄昏 每一场温柔的细雨 每一次与亲朋好友的相聚 生活的节奏 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匆忙 而是变得缓慢而悠长 每当夕阳缓缓落下 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急于赶时间 或是担心错过什么重要的事情 相反 他们愿意停下脚步 静静地感受黄昏的余晖 撒在大地上的那一刻宁静 这一刻 天地仿佛在他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安详的画卷 充满了温暖与宁静 他们发现 每一场细雨都是一种洗涤 不仅洗涤着大地 也洗涤着他们的心灵 雨滴打在窗户上的声音 不再让他们觉得孤单或冷清 反而带来一种温暖的陪伴 他们坐在窗边 安静地看着雨水从天而降 仿佛所有的烦恼 也随着雨滴被冲刷干净 在这细雨纷飞的时刻 他们不再去思考那些让他们焦虑的问题 而是选择享受这一刻的平静 这一刻 世界仿佛与他们达成了某种默契 所有的喧嚣与浮躁 都在这场雨中归于沉寂 他们越来越懂得 与亲朋好友的相聚 是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光 年轻时 他们或许常常忙于工作 追求自己的梦想 忽略了与家人朋友的相处 而到了现在 他们开始意识到 这些亲情与友情 才是生活中最恒久的陪伴 每一次相聚 不再是匆匆的寒暄 而是更加用心地倾听彼此的故事 他们明白 每一次相聚 都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是岁月留给他们的温情时刻 无论是与老友的叙旧 还是与家人的闲聊 这些时光都充满了温馨与平静 在这样的年纪 他们不会再为了一些琐事而争吵 那些曾经在他们心中 占据重要位置的小事 现在看来 不过是过眼云烟 他们明白 很多时候 争吵并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会让彼此感到疲惫和疏远 于是 他们学会了用平和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中的不顺心 学会了不再为琐碎的小事动怒 毕竟 人生已经走过了大半 不值得再为了无谓的事情 浪费宝贵的时光 同样的 他们也不再为了不重要的人浪费精力 年轻时 他们或许会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 甚至会为了那些不太重要的关系 而费心费力 但现在 他们清楚地知道 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人 只有那些一直陪伴在身边 给予他们爱与支持的人 那些短暂的过客 那些不值得维系的关系 早已被他们放下 他们不再为取悦别人 而改变自己 不再为了得到某些人的认可 而勉强自己 与其浪费精力去维持那些虚假的关系 不如把时间留给真正爱自己 珍惜自己的人 他们更珍惜那些真正爱自己的人 更懂得宽容和谅解 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后 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没有人是完美的 爱是需要理解和包容的 曾经 他们或许也会对别人有过高的期待 总希望对方能够完美无缺 而如今 他们学会了接纳别人的不完美 也更加宽容地看待他人的不足 他们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脆弱与局限 真正的爱 是在理解这些不完美的基础上 依然选择珍惜彼此 他们学会了在矛盾中寻找平衡 学会了在误会中学会包容 曾经的他们 可能会因为意识的争执 而伤害亲密关系 但如今 他们更加懂得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 他们知道 每一次的宽容与谅解 都是对感情的滋养与保护 无论是对家人还是朋友 他们都更加珍惜眼前的每一段关系 因为他们深知 在人生的旅途中 真正爱自己的人并不多 而每一段真挚的情感都来之不易 他们明白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如此脆弱和短暂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份恩慈 每一段关系都需要用心呵护 过去 他们或许会因为一些小事 而轻易放弃一段感情 或者因为不满 而与人断绝来往 如今 他们明白 缘分一旦错过 便再也无法回头 人生的旅途短暂而匆忙 他们不愿再因为意识的任性和冲动 而失去那些珍贵的人 正因为如此 他们更加珍惜每一段缘分 更加用心地去对待那些真正重要的人 他们不再追求虚无的东西 而是更加专注于与身边的人 共同创造美好的回忆 他们明白 只有珍惜当下 才能无愧于未来 其实 70岁的他们 活得比年轻时更加真实和通透 曾经追求的那些所谓的完美人生 如今在他们看来 不过是年轻时的一种执念和幻想 他们终于明白 世间没有绝对的完美 也不需要去刻意追求 那些在年轻时 被看作必须要实现的目标 如今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他们意识到 不完美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甚至是生活最真实的面貌 有了这样的觉悟 内心反而变得更加自由和轻松 他们不再为追求完美 而疲惫不堪 不再为达不到的目标 感到失落和自责 相反 他们学会了欣赏那些不完美的时刻 甚至发现 不完美本身也蕴含着一种独特的美 这种美 或许来自于遗憾 也或许来自于人生中的那些意外与波折 但正是这些不完美 才让他们的人生更有厚度 更加真实 他们理解到 人生的精彩 不在于一路顺风 而在于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 这些经历虽然让他们曾经感到痛苦 但如今看来 正是这些起伏造就了他们今天的睿智与从容 有些事情 曾经他们以为永远无法释怀 曾经夜夜为此辗转反侧 心中充满了遗憾和不甘 但到了这个年纪 他们终于学会了放下 那些放不下的感情 无法释怀的过往 终究在时间的流逝中 被慢慢冲淡 他们不再执着于过去的得失 不再纠结于曾经的选择是否正确 相反 他们明白 每一个决定 每一次选择 无论结果如何 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都是生活赋予他们的独特体验 他们学会了笑对过去 曾经让他们伤心欲绝的事情 如今反而能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面对 回首往事 他们发现 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 最终都变成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印记 而他们也因此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从容 如今 面对过去 他们可以笑着回忆 笑着接受 因为他们明白 正是这些经历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每一段过去 哪怕是充满遗憾的 也都是他们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他们学会了接受遗憾 明白人生中不可能失事如愿 不可能每段关系都圆满 年轻时 他们或许总希望一切都能够按计划进行 渴望每段感情都能走到最后 每个梦想都能实现 但如今 他们明白 人生的意义 不在于完美的结果 而在于走过的每一段旅程 遗憾本身并不可怕 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学会与遗憾相处 学会在遗憾中找到平静 是他们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 是经历过风雨后 才能达到的智慧 他们不再为失去的人和事 纠缠不休 那些曾经以为必须拥有的东西 曾经认为失去就无法承受的感情 如今看来 也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旅程 有的人走了 有的是过了 他们不再为此感到痛苦 反而学会了感恩 感恩那些曾经出现在他们生命中的人 感恩那些曾经让他们经历过的事 无论是喜悦还是痛苦 都是生活赋予他们的宝贵财富 他们学会了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段经历 无论好坏 都让他们变得更加完整 那些美好的时光 当然值得怀念 但同样 那些痛苦的回忆 也值得被铭记 正是这些痛苦 教会了他们坚强 教会了他们如何在逆境中成长 如今的他们 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不顺 能够更加坦然地接受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 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每一段经历 都是生活赋予他们的礼物 正如他们珍惜那些曾经的快乐时光一样 他们也学会了珍惜那些曾经的痛苦与磨难 每一段经历 都是他们生命中的一刻 都是让他们走向成熟的关键 他们不再对生活有过多的要求 而是学会了接受一切 感恩一切 这种心态 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平和 也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宁静与满足 这份真实与通透 来自于他们对人生的彻底理解和接受 他们知道 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 但也正因为如此 才更加值得去经历 去感受 他们不再为过去的遗憾感到痛苦 也不再对未来的未知感到恐惧 他们接受了人生的不完美 并在这种不完美中 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你呢 你是否也愿意在岁月的流逝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 在生活的繁忙与压力中 我们总是被各种琐事所包围 常常忘记停下来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焦虑 担忧 追逐外界的认可 似乎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 然而 到了某个时刻 你会发现 真正值得追求的 并不是外界的目光 而是内心的平静与满足 这个世界的喧嚣再多 终究无法替代内心的安宁 也许 从今天起 你可以试着不再纠结于那些曾让你焦虑的事 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担忧 或许在岁月的长河里 根本微不足道 我们常常把一些事情看得太过沉重 总想着要去改变或掌控它们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明白 有些事情根本无需那么在意 有些困扰 根本不会影响你的未来 与其消耗精力去解决无法改变的困境 不如放手 给自己更多的空间去呼吸 去享受生活的美好 不要再勉强自己去取悦别人 年轻时 我们可能会因为别人一句话 一个眼神而改变自己 总希望得到更多的认可与肯定 可是 到了最后你会发现 外界的认可 并不能真正让你感到满足 每个人的期望不同 你不可能满足所有人 也不必为了别人的评价而改变自己 真正的幸福 来自于对自己内心的忠实 来自于不再为别人而活 生活中的那些细小的美好 往往被我们忽略 或许是一次清晨的阳光 透过窗帘的温暖 或许是傍晚十分的一阵微风 吹过脸颊的轻柔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 恰恰是生活的本质 它们不需要过多的装饰 却能带来内心深处的宁静与喜悦 试着慢下来 去感受这些细腻的美好 它们就像是生活送给我们的礼物 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多爱自己一点 你是否常常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工作 家庭 甚至是社交中 而忘记了最重要的人自己 我们总是在为别人考虑 却忽略了自己内心的感受 爱自己并不是自私 而是对自己的尊重与善待 只有当你学会爱自己 才能更好地去爱别人 也才能真正享受生活中的美好 给自己更多的关心和呵护 学会在忙碌的生活中 抽出时间与自己相处 做一些让自己感到愉悦的事情 这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 给内心更多的自由与空间 我们总是习惯于 为自己设立各种目标和要求 给自己施加各种压力 但有时 我们需要放下那些过高的期望 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 让内心保持自由 不再被条条框框所束缚 不再让别人对你的期望 左右你的生活 空间的释放 是一种对内心的释放 你会发现 当你不再为外界的评价而活时 生活将变得更加轻松与自在 因为到了最后 陪伴你走过余生的 终究是你自己 无论外界如何变换 无论身边的人如何更迭 唯一真正永远陪伴着你的 始终是你自己 很多时候 我们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 依赖外界来获得安全感与满足感 但真正长久的幸福 只有当我们与自己和解时 才能获得 你会发现 当你学会依靠自己 学会珍视自己内心的声音时 内心的力量会让你感到无比踏实与安宁 人生的旅程中 许多人会在不同的阶段与我们同行 但最终 能一直陪在你身边 陪你走到最后的 还是你自己 当你学会与自己相处 学会独处时 你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宁静与满足 独处并不是孤单 而是一种与自己灵魂的对话 一种真正深入内心的旅程 在这个旅程中 你会发现 你自己就是最好的伙伴 你可以依赖自己 可以从自己的内心中 找到安全感与幸福感 所以 不如从今天开始 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 放下对别人的过多在意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内心宁静 人生的每一步 都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机会 而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越来越明白 唯有自己 才是你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